离秋了 今天我们要做个不一样的红烧肉 打鸭鸡 八五八是这块肉 第一步先把皮子烙一下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等会吃起更软烙 烙到这个程度就对了 这下把它划洗干净 打鸭鸡的肉要稍微切大坨点 要不然就不叫打鸭鸡了 至少肉是两根粉再放 切出来 厚白部分下午有点泡泡 烧到里头精紧掉了就不好看 中间抬一下 鸡锁下坨坨 猪油下锅 不要嫌多 我们的做法不一样 嘎嘎下锅 嘎嘎下锅以后轻轻地给它扁 加一点白酒 加起来真香的这个事 炸成这个样子 喜欢吃这种软糯口感的朋友 你可以把油打起来开始烧 但是我们要想吃干香腥的就再等一下 瘦肉都在土油泡泡的时候 我们把油打起来了 猪油是不要浪费的 三件成的肉片下锅 中间的锅留低点油了 太远 公椒 香料很简单 八角 香叶 还有就是贝皮 香味颜色炒出来 炒香了颜色出来了 水加够 水加够 来 再来这儿捞一下 接下来我去挖点好东西 加里头 煎门的红炒肉加到这个 新鲜的很 水加冬点好 这个新鲜花生安逸 脆蹦蹦的 火锣直接下锅 香了的话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慢 可是这样的宝米你看啊 好安逸 白米米红米米都有 对了 裹了半天 这个花生 太饱米了 不好薄 这要哈我们再烧一个小时 好 肉药好了 把香料这些给它捏出来 捏得点 RX 搭爪的 有很多人出来我做饭 调料用得很简单 说实话真正好吃的 不需要那多调料 外头 Вы说旁边就是 几十长百种香料 我几十种调料加进去 这个是在熬中的 不是做美食 对了 准备起锅 这个我汤汁没有吃那么干 为啥子 因为汤汤要留到下面 红烧肉面 这种经过低温清炸过的红烧肉 它最大的贴点就是比尔布银 看到这么大的拖一拖 顺腾的很 巴士呗